国民党赵少康总在批评民进党 说民进党正在去中华民国化 我告诉大家 只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之间做文章 台湾就无法摆脱一个中国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束缚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树 现在是人人都在关注台湾大选 就连红鬼子都在戒选 那凭什么他们可以 我却不能呢 是吧 所以今天这集 大树就专门蹭一波台湾大选的流量 那么接下来的事情 如果我观察的不准 我说的不准 认骂 大家都有听我吐槽过柯文哲 但却很少听我吐槽国民党 这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 国民党假刀和红鬼子是一样的真实 我觉得台湾人应该能比我更清楚国民党的危害 但是从目前的情形来看 我发现台湾很多人也属于中协的范畴 他既害怕被武统 又觉得民主世界里我把民进党换了台湾就有未来 甚至也不清楚自己最需要的是什么 到底是工资与房租呢 还是战争与和平呢 到底是民主与自由 还是一个中国与台独呢 如果上述我说的这几个现象 是大家正在面临的选择题 恭喜各位 大家已被认知作战 早在很久之前我就和大家说了 很多人都在引用民进党七年如何糟糕的这么一个言论 如果没有写七年两个字 你不会觉得这个是标准答案 但是写了这个七年 就是此地无言三百两 这就是统战下的标准答案 认知作战的一部分 我们国内的动物世界 丛林法则就是这么来的 长期看我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我爱用种邪来形容国人 国人之所以种邪 就是他的脑子里被关输了很多标准答案和观念 比如你说美国好 他就会觉得你是高华卖国贼 再比如说你受到不公平出来喊腾时 那对方就会说你这是在涉及政治 你说他不对的时候 他就说你造谣 你说你要民主与自由 他就只有一个中国 九二公十 台独等等 再比如说 我说丁胖子金牌奖师 在美要饭的一些行为是不好的 但是就有人会说 我是在妒忌他 在蹭他的流量 甚至他会酸我 他说他做两个视频就火了 而我做一百个都不火 说的也是事实 再有就是我们做油管的时候 能赚钱这是无可厚非的 可是就会有人说 你是为了赚钱而赚钱 那么这些认知 作用在一个人 或者说是一个群体 一个国家上面的时候 那么就会给人造成 失落低迷 不清醒 甚至是扭曲 甚至让你做事 为手为脚 其实这就是他们认知作战的一部分 这种认知作战 会通过假新闻 真假参半的新闻 特定的人群 组织 个人 教育 文化各个领域 进行渗透传播 从而颠覆我们的正常认知 最典型的例子 你说柯文哲两面三刀的时候 就会有人说 民进党七年如何如何糟糕 这些颠覆呢 还包括台湾哪些媒体 是什么样的立场 还有啊 就是最近啊 这个有爆出这个红鬼子 向五月天施压 要求他们在总统大选前 发表亲中言论 这些呢 都是认知作战的一部分啊 它的方法 甚至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人群传播 它是如何传播的啊 但是大家可能从没有想过啊 如果我们能看到这么多的乱象 在围绕台湾进行 在台湾本土上出现 其实这已然说明 认知作战在台湾本土上 已经运作好多年了 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啊 其实越习以为常 越不正常 越危险啊 因为这个时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哪些人是被红鬼子转化的 哪些人是热爱台湾这片土地的 但却仍然在红鬼子转化的阵营中 帮红鬼子站台说话 再或者说明明是红鬼子的人 但却变成了民进党的侦客 所以这些认知作战 你根本就发现不了 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言行举止 甚至是他的逻辑思维 最重要的是他的立场 能体现出他到底有没有被认知作战 我告诉大家 台湾最危险的事情是 一旦台湾被沦陷 你就会惊奇的发现 马上会有大批类似武警的人在台湾惊陷 他们镇压时 你完全想不到 这个是曾经你我认知的台湾人 所以我帮大家刮骨疗伤 排毒解毒 希望大家能认清 什么在消灭人类 危险在哪里 那我们来说说台湾竞选的三大阵营 我们知道国民党的主张战争与和平 其实他根本就站不住脚 因为你的口号 就是因为对岸对你的威胁所产生的 那国民党不敢喷红鬼子 却要下架民进党 觉得民进党的台独主张 在给他们引路到战争中 这就是典型的认知作战的结果 他在混淆认知 而且红鬼子呢 正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在干涉台湾大选的结果 比如说呢 习八号前段时间去膜拜红社会模组 毛腊肉 参拜完之后呢 他就隔空喊话 他说 祖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这个呢 就是助攻国民党的这个战争与和平 让台湾人恐惧 另一个啊 台湾什么都没有做 中国呢 就对ECFA进行了限制 对台湾进行制裁 其实这些都足以说明 你台湾如果不接受我红社会啊 那么红社会就会通过制裁 让你台湾内部出现矛盾 自动的出现内斗 国民党怎么还好意思说 要重新和他谈判ECFA呢 而且要在对等尊严与友善的情况下谈判 你想想这个可能吗 所以呢 我一听啊 这个就是烂尾工程 但是这么烂尾的工程 国民党还要继续进行 红鬼子虐我一千遍 我带红鬼子如初恋 这个不就是小粉红吗 我们试想一下啊 一个人拿着武器 然后跟你说 你今天不变成我赵家人 我就会用武力 让你屈服成为我们赵家的奴隶 那么对于这样的人 你会不会愿意和他合作 甚至是你想见到他 正常人躲还来不及呢 那怎么还会往里面越陷越深呢 而且他还认为 和红鬼子这样合作 是荣耀 是政绩 那你们会觉得 这样引以为豪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呢 那此类想法的人呢 还有那个柯文哲啊 总拿双城论坛说事啊 说他非常懂红鬼子啊 也总爱拿平等对等谈判说事啊 但是大家想想 我们可以做下来平等的谈判吗 在红鬼子的意识形态中 有丛林法则 落后就要挨打 枪杆子出政权 武统台湾这类思想 所以说句不好听的 无论你如何避免和红鬼子插枪走火 避免踩红线 或者想要做下来好好的谈判 这些你台湾根本就没有资格 甚至武统和不武统 都是要看他的心情与政策 所有的这些意识形态 其实都体现了红鬼子的特征 而且我们知道 武统台湾 拿下台湾 就是习八号再次提出来的 这是他要做的事情 也是红色必生要干的事情 而且大家可能发现了 你但凡把红色位大了 他马上就反过来就吞死你 你但凡和他沾边绑在一起了 他马上就会给你紧箍咒 然后束缚你 很多人不了解红鬼子 他也看不清楚红鬼子 因为红鬼子变化莫测 就像习八号 虽然是一尊 但是他也逃离不了红鬼子的魔咒 所有的一切 都是红色的辅助与工具 举个例子 习八号为什么要参拜毛腊肉呢 因为毛腊肉就是工具 那么下一个脑残 在学习习思想 那么习就是工具 他一定要把那个习和毛 举高高 变成他们的鼻祖 就可以巩固他的这种集权 所以说 在红色思潮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角色 都是工具可以用来牺牲的 那么台湾和这样的生物打交道 想从他身上赚大钱 那么赚钱的同时 也要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不一定同等 可能是巨大的代价 甚至是惨痛的代价 也有可能 有钱赚 没命花 很多事实都已经证明了这一切 也就是说 正常人 我们见到瘟神 我们见到鬼了 我们马上就会跑 可是 只有有病的人 或者心怀不轨的人 才会觉得 鬼和瘟神 会让我发大财 再有一个 就是 红社会的经济萎靡不振 它自身都难保 可是国民党和柯文哲都想入坑 这种做法 如果说他不是中邪 那就是他们已经被渗透了 或者说认知作战 在他们的思维中起作用 不然的话 你入坑的意义是基于什么呢 他们还好意思说是为了人民 你把人民一起带入坑里 带入火葬场 这就是魔鬼的先锋队 代言人嘛 我们正常的做一些事情 我们至少都会有一个风险评估之类的 对不对 但是他不提风险 他示意叫大家去加入到 和红鬼子的这些合作当中 变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就跟那种做传销的似的 所以呢 我说很多台湾人 是这种中邪的状态 那我们再换个思维 如果红鬼子对ACFA的限制 与制裁 在不断束缚台湾的发展 那么这也就说明了 让自己变强大 与世界站在一起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转变自己的经济合作项目和结构 这个是明智的选择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国民党赵少康 总在批评民进党 说民进党正在去中华民国化 我告诉大家 只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中华民国之间做文章 台湾呢 就无法摆脱 一个中国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束缚 而台湾作为独立的存在体 他就可以帮台湾脱离 一中化的影响 我想这个就是民进党 在推进的这么一个事情 那么在民进党 所谓的这种台独的立场上 红鬼子和国民党 他俩都加以阻拦 说明他俩的立场是一致的 他俩意识到了民进党在做的事情 而柯文哲说 赖清德只有选举时主张台独 国民党呢 只有在选举时不主张统一 他觉得呢 只有选择他 才是下架蓝绿的那个人 刘凤呢 刘凤一直两个人吵架 第三个人在旁边添油加醋 但其实呢 这也恰恰的说明他最弱 他压根 他就不清楚 红鬼子 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的较量是什么 而且柯文哲呢 之前也爱说啊 这个民众党里面没有台独 他甚至呢 喜欢拿美国不同意台独的这些想法说事 其实所有的这些人都掉进了意识形态中 赖清德说的没有错 所有人在红鬼子眼里都是台独 在红鬼子那里就是这套理论啊 就是这套意识形态 因此呢 台湾大选 如果台湾人还不会选 分不清楚情形 甚至呢 还在被脑残的 诡异的 变态的这些意识形态所左右 欢迎台湾朋友陆住美国啊 我们在美国见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